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班回来看手机 玩电脑 最勤快的一次 就是帮文雅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晾上 整个孕期全靠婆婆做饭洗衣服照顾自己 文雅想着或许是老公还没体会到责任这个字的含义 等生下宝宝 当了爸爸 就能感受到肩上的重任 但这又一次让文雅失望 宝宝生下来后 由于太小 每天哭闹不止 特别是夜里 文雅平均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喂奶 然后再哄她睡着 婆婆平时就很累 文雅不想半夜再叫婆婆起来 整日里严重的睡眠不足 已经让文雅体力不支 但转头看看身旁的老公 不管宝宝如何哭闹 他都雷打不动地睡着 零二有一天晚上 正好是凌晨两点 给孩子喂碗奶 文雅实在口渴 无奈之余想着叫醒老公 给倒一杯水喝 但老公翻了个身之后 不耐烦地说 大半夜喝什么水 明天喝不行吗 非得半夜喝打扰我睡觉 明天还上班呢 末了还加一句 别让孩子哭了 孩子都哄不好 你脑子里想啥呢 文雅的情绪本来就在崩溃的边缘 听完老公的抱怨之后更忍不住想哭 但怕吓到宝宝 只能任凭眼泪滴到被子上 从那以后 文雅再也没有半夜叫醒过老公 他害怕再一次被无视 被抱怨 更害怕自己有离婚的念头 只好逃避 还安慰自己 他只是工作太累 文雅说 他不明白 为何老公会这样 谈恋爱时候 有一次自己发烧 半夜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冒虚汗 那时候自己想忍一忍 等天亮了再说 但身边的他察觉到自己的不适 立马起身穿好衣服 去了24小时的药店买药 正因为这些无微不至的照顾 文雅才认定了他 但终于成为最亲密的夫妻之后 为何当初的那种照顾和爱就都消失不见呢 朋友孟非也跟我抱怨 他说他老公跟客户喝酒 喝到半夜 回来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等给他擦完全身准备睡觉时 老公却吐了他一身 他只好再起来 收拾到后半夜 但这无微不至的照顾 老公醒来后往往一概记不得 后来孟非也半夜吐过一回 晚饭吃坏了肚子 一直不舒服 辗转反侧之称到后半夜 终于吐了声音那么大 老公却听不见 他忍着难受和心酸 自己吐完拿水漱口 捏手捏脚重新爬上床际 去睡觉 03我问孟非 为何不叫醒老公 他说当年一晚上起来几次给孩子喂奶 哄孩子睡觉时 他都没有说过一句 替我照顾一回的话 更不要说就是单纯的呕吐 为何大部分女人结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那么幸福 就是因为伴侣的无事 洗衣做饭 照顾孩子这些事情 很大一部分男人会觉得 这就是女人的事情 上班工作 赚钱回家才是自己的工作 家里的这点小事 就千万不要再麻烦自己 若是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 要这样的妻子有何用 真正的夫妻是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可以毫无顾忌 的打破老公的梦乡 说自己需要他的帮助吧 同时姚君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女人 她说当年在众多追求者中之所以选中 现在的老公 就是因为她对自己最朴实的爱 刚谈恋爱时 她几年如一日的给我送中午饭 就是因为我说食堂不好吃 又不想订饭 结婚后 半夜饿了也从来不会担心 一喊她 她会揉揉眼睛起来给我做饭 还不忘加一个荷包蛋 当年坐月子期间 除了婆婆就是老公在照顾自己 无微不至 她恢复的也格外好 零四 在我们周围 其实有很多女人 不会在半夜叫醒老公 寻求帮助 不是不敢 而是不愿 不愿意失望 不愿意听到不想听到的话 也有很多女人在经历了千万次失望之后 才后之后觉是不是当年瞎了眼 选错了人 凌晨敢不敢叫醒老公是个无聊的问题 但却能看出这个枕边人到底爱不爱你 会不会为你付出 心疼你的人自然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心里没有你的人 任你吐晕在马捧旁也听不见一点声响 我们选择结婚 我卑是想找一个能相互照顾 依赖的人 如果婚后的生活比单身的时候幸福还要少 那留着这样的婚姻又有何用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地 是那个大难临头 依然不离不弃的爱人 并不是高兴吗 是那种跑事 是那种转发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